你昨天說這個警政署 署長到桃基去舉牌 很好笑 對不對 對 不要沒有同名型 現在是自己的同胞在受害 首都的市長講這種風涼話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無量心的 嗯 議員你帶風向的能力不錯 再怎麼搶都沒有你搶 實在是個市任的民進黨發言人 不錯不錯 我跟你技術不錯 這麼說 剛剛王敏昇議員在跟你討論 這個柬埔寨的這個詐欺的問題 你昨天說這個警政署 署長到這個桃基去舉牌 很好笑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你知道我們台北市 有多少的單位 常常到里長辦公室去舉牌嗎 你知道嗎 你旁邊的警察局 消防局 還有水處 你都不知道吼 舉什麼牌 舉什麼牌你都不知道 防詐 詐欺啊 預防詐欺啊 預防消防啊 預防火災啊 節水啊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你知道這件事 培昇議員 不要這樣類比 什麼叫不要這樣類比 好那沒關係 來我問你 你知不知道在你任內 我們現在 詐欺案 有多少 詐欺案有增加 這我知道 蛤 詐欺案怎樣 有增加 有增加 那所以我可以說 因為台北市 生活比較難過 所以詐欺案增加 還是台北人 生活比較好過 所以詐欺案增加嗎 我覺得吼 人不要沒有同理性 現在是自己的同胞在受害 首都的市長 講這種風涼話 去取消 在執法的單位 然後取消 這些受害的民眾 我覺得這真的是 很無量心的啊 嗯 議員 你帶風向的能力不錯 我再怎麼樣強 都沒有你強 我再怎麼強 都沒有你強 只要是個私任的 民進黨發言人 不錯不錯 我跟你技術不錯 我跟你說 好 時間暫停 我要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覺得 舉牌沒有用 你就是在打警察局 在打消防局 在打水處的臉 因為這些單位 在每一個里長的 臨理座談會的時候 他們都在舉牌 笑他們啊 這些同仁很辛苦 努力在告訴所有的民眾 必須要小心 什麼樣的狀況 在第一線告訴所有的長輩 詐欺案 有什麼新的花招 你都不知道 只會好疑惑的人 有什麼新的花招 好 來 我還是蠻佩服的 你帶風向的能力 真的不錯啊 厲害 我告訴你 再怎麼厲害 都沒有你厲害 你必須 這樣厲害 厲害 這個也可以類比 所以厲害 來 佩服 好啦 不要那麼愛我 你為什麼那麼愛我 我就很討厭你 沒有啦 我們世界上最了解你的 都是你的敵人 你要記住這一句話 如果你把民主制度的議員當成敵人 反而對台灣軍援的中共 在那裡那裡 在那裡辦雙城論壇 你真的讓台北市民 讓台灣人民看你看出來了 真的笑死人 然後回歸正題 我們的總統沒有能力保衛我們的領空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才共機一直擾台 我們的總統有沒有辦法保衛領空 不是你說的算 他能力不好 他能力好不好 也不是你說的算 你的能力不好是大家認同的 因為你已經掉牆被掉很久了 好 我們今天追加預算了 就是這樣啊